作詞・戲曲 開 sigh 餵 So B 的้事 現在 everywhere 就是大家在網路上 講一些垃圾話 然後真正有價值論述很少 就算真的 大家有認真去發表 其實很難被聽到,被看到 那我想說有沒有辦法一起打一場有意義的比戰 那如果夠多人來打的話這就有民意基礎 那有民意基礎的話就能夠更深遠的影響這個社會 那我們很多平台很多論述很多評論家都在談論特定的議題 那可是這些特定議題裡面我們能不能夠除了往前去想實際的政策 我們應該怎麼做之外能不能往後退然後去想更基礎的一些原則 還有台灣社會的共同價值 所以想說能不能夠做一個平台能夠fassilate這種事情 那大家其實很習慣在Facebook上面討論 其實我是時候要請大家不要再繼續用Facebook 因為Facebook它本來就不是設計為一個民族討論的平台 那裡面當然大家都知道它引力的目的 還有它收集資料的那個背後的目的 所以我們這一組就叫做縱置層層 然後我們想說討論一個用網 建議大家現在怎麼說呢 議論的過程大家很習慣閱讀的過程也是用線性 像現在這個iPad也是一個線性的 閱讀線性的討論過程 那有沒有辦法用一個網路的結構 就是文章和文章互相連結 然後來看到來做一個更有效率的討論 那我們這兩天有討論了很多結果 譬如說我們討論說 如果一個forum一個討論台 如果讓遲到的人能夠順利的加入這個討論 那還有譬如說討論的意義是什麼 這樣子 那為什麼要討論 討論呢 討論要不要有規則 那如果要有規則的話 這規則應該由誰來訂定 那當然G0V做過之前很多在網路上討論的專案 一個就是動民族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現在正在進行的V台灣 那動民族大家有去PostCup 然後就有聽到ETBLUE分享為什麼放棄 開發網路審議民族的平台 那他也有很多很有價值的心得 那不過這個專案就是覺得 還是可以做 因為其實網路 就目前來說應該就是唯一一個scalable的平台 能夠讓超過這麼一個大會堂的人 然後同時討論同一件事情 那我們當然有討論一下資料結構應該要怎麼存 或是像今天就是在做UIMarker 我們就直接跳到最後面 就是說一篇文章其實他的論點可能有 同時有很多個 那同時論點很多個 同時跟不同文章有很多不同的連結 那他的連結應該是網狀而不是線性的 那如果能夠重新設計一些custom的UI 那就可以讓論述的結構看起來更清晰 那我們今天有討論到就是用宇宙的那個metaphor 來整個visualize整個論點這樣子 好 那最後一件事情想要宣傳一下 因為這是聚靈V被邀請參加 第十屆的台北藝術節 台北數位藝術節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來找我 謝謝 好 謝謝之號 來麻將 謝謝